大家看了很多明星在红毯在大屏幕上的美丽现象 但是应该没有看见明星们在人民大会堂面前的现象吧 当明星到了人民大会堂之后 再强大的气场也无法展现出来 几乎所有明星都被打回原形 看到这张大合照的时候 第一眼看上去应该就属赵薇最亮眼了 宝蓝色的大衣搭配粉红色的围巾 皮裤搭上皮靴 这是我们好久不见的缓珠格格嘛 就算是参加会议的正念照 也是十分知性的 看到这张照片上的许帆 也是十分的有知性媒 符合他这个年龄段该有的风格 董卿也是穿对了衣服的 看起来低调且不实优雅 果然样式一姐就是不一样 该有的气质绝不会差 身穿西装一盘正经的黄渤 被网友调侃为乡镇企业家 乍一看也是有点像的哈 明星委员宋川丽 遭媒体尾追杜杰 这表情真是一言难尽啊 看到这样的大S也是少见 你像以史上伪命的大S 这次也不得不抛弃史上 笑容看起来有一点点的尴尬 没有了明星的感觉了 而统丽雅这次还是一如既往的漂亮 相当的有气质了 只是可怜了旁边的马苏了 一不小心就成了衬托 我们的老干部胡哥 戴上了圆圆的眼镜 看起来死死闻闻的 好像在拍民国时代的戏一样 笑容十分的腼腆 不得不说 长得好看的人穿什么都好看呀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